第二屆華國三太子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 今天開打了 這場北台灣史上最高規格的男網職業賽 匯集了國內外網球高手 從 4 月 25 號到 5 月 3 號 在台大綜合體育館進行一系列的精彩對戰 這場比賽非常特別喔 不僅結合民俗技藝 還延續了去年第一屆首創的寡筊 來決定發球勝序 今天記者會上更邀請選手輝豪 象徵了傳統和現代的傳承 也正式為賽事揭開序幕 華國三太子杯今年更成功升等為 總獎金 7 萬 5 千美元加住宿的 ATP挑戰賽 而參賽陣容更勝以往 去年賽前殷商缺陣的盧彥勳 今年也特地反台參賽 對我們選手來講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很好的舞台 那也是讓我們能夠和國際接軌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那比方說我們台灣的選手 在這次比賽上面要好的成績 已經好一陣子 沒在台灣出賽的網球一哥盧彥勳 對於可以回到家鄉比賽 他的心情是如何呢 像我們長期在國外比賽的話 就是說會比較 對這種感覺會就是比較可遇不可求嘛 所以其實滿開心的就是說 可以在自己就是滿輕鬆的環境之下 然後來參加這個比賽 在這邊就是像在家裡一樣 對 而面對粉絲們的關心 盧彥勳也聊到了他最近的狀態 當然很希望說趕快可以回到球場上面來 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不知道 就希望說自己能夠趕快把自己的狀況給 調整好 然後在比賽上面有不錯的表現 那對我來講就是輕鬆以對 然後放開去打吧 反正自己在自己的家裡面打 我覺得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很大的一個享受吧 對啊 而這場比賽為了加強推廣網球運動 以及響應公益 粉絲們只要憑發票就可以免費入場 大家未來這幾天 可別忘了來台大綜合體育館 為台灣好手加油